又来到这个舒服的淡水海边 刚刚我买了一杯饮料 羊枝甘露 今天的小鱼是 你点了什么 我有点想你 这家的羊枝甘露比较好吃 昨天我吃另外一家的 不好吃 比较不合我的口味 这家的好吃 这家的有西米露 你看啊 下面可能是西米露 然后还有一些芒果啊 还有其他的东西 然后都会有一句小语 昨天的那一杯羊枝甘露写的 就是说好像说火力充沛这样子 喝了火力充沛之类的 我觉得这一个我很喜欢喝 你看漂亮吧 这里就是一个小海湾 船的停船的地方 今天是星期天 人很多 而且现在是涨潮 我坐在这边 要到船下面去的那个楼梯那边 旁边这一排都是船 我偶尔会遇到那个渔夫会出去 要捕鱼 这一双船特别 它是有一个那个 黑色的沙网 它会盖住那个 那个船的 就是太阳不会太大 你看那个落日真的很漂亮 你看这一根一根的一根一根的上面是电灯啊 然后你看这个中间这个圆圆的电灯是被台风吹走了 吹坏掉了 看这一杯羊汁甘露 一杯多少钱 八十 八十块一杯 其实是不便宜的 我们这边吃一个鸡腿便当 也是九十五块 九十块左右的 这等于是一个便当的钱 这是我妈妈常常都有这样的算法 就说 这个好贵哦 都可以吃一个便当了 我妈就是这样比较的 因为吃便当 吃饭来讲是重要的事情 能够 这些属于不是正餐的东西呢 就不应该花那么多钱 去吃它 零食的话应该只能是花小钱 我妈妈和我爸爸都是这样想的 他们非常的省 但现在人不一样了 我现在再怎么没钱 大概觉得好吃的东西还是会一直买来吃的 记得我小时候 我们家里就是没什么钱 然后呢 我爸爸买了一颗完整的西瓜 大的西瓜 那我们家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吃水果呢 是一件算是奢侈的事情 三餐能够顾好就好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大西瓜回来 我爸爸带回来 我们非常的高兴 那时候我们都还很小 不晓得到小学没有 我不知道耶 可能有吧 然后呢 不知道小学还是国中 我也忘了 总是是很小时候 然后我 我很高兴 我就把那个西瓜 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大 我把那个西瓜 这样子滚滚滚到我脚边 我就想尽办法 要滚到我的腿 想要把它抱起来就对了 然后我不晓得 我就把它 就很努力的把它抱起来 而且我很高兴 想把那个西瓜 举超过我的头 举超过我的头这样子 就是用胜利的胜利的标志这样子 想要超过我头这样 于是我就把它举起来了 真的把它举起来 然后就伸直了 然后呢 后来西瓜没想到 真的太重 就往后一掉 就掉到后面去了 然后就破了 一个大西瓜就破了 那时候我维持着动作 不动完了 我的手还伸得直直的 往上举的伸直直的 西瓜已经在我后头爆开了 然后在我前面的本来 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我的弟弟 还有我的爸爸妈妈 都弄住了 因为西瓜被我摔破了 那我就想说 完蛋了 我完蛋了 这下子完蛋 要挨揍了吧 或是挨骂了吧 结果弄了一秒以后 我爸爸首先就哈哈大笑 接着我弟弟也笑 我妈也笑 我们全部人笑成一团 就觉得太好笑了 我就松了一口气 大概不会被骂了吧 然后我爸爸就把后面呢 那个没有脏的部分呢 都把它剪起来 然后我们大家 就是破碎的西瓜 然后我们就 我爸爸就一人发一支汤匙 然后我们就一起 就把那个破碎的西瓜 干净的部分 我们就把它吃掉了 我觉得真的是 一个很特别的记忆 因为一个西瓜 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爸爸却用这种态度 处理了我这个小事物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我爸爸妈妈真的是 也是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的一个爸爸妈妈 他们处理很多事情 在我来讲 都是用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处理 那我觉得说 很开心也很庆幸 有这样的爸爸妈妈 就这样啰 拜拜 美景跟你们分享 你看多美 好棒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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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